好,很多人每月專題,Sandy你好,Hello Hello 好,我們今個月就講John Carney的音樂電影 加香港今個月上的一套四拍四家族 我們可以混在一起講,都幾特別的 兩套都是關於家庭,又關於音樂和自己地方 一個愛爾蘭,一個就是香港的電影 我們先講了John Carney 香港就無緣上大音樂 我不知道全世界是不是都無緣上大音樂 放在Apple TV Plus那裡 我們都看了,先問你 John Carney的音樂電影本身喜不喜歡,或者怎樣評價 概括這樣說 我是很喜歡John Carney的 我是因為第一次看ONE 不過那時候不是在戲院,好像看BCD 而且本身ONE的畫面質素也是比較粗糙的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還要在家裡看 不知道那一刻的味道好像很濃 然後就很欣賞他 甚至乎我想說,其實他拍過一套電視劇 叫做《Modern Love》 他不是每一集都是他做主導 但其實有好幾集都是他 想法都是他來的 那套《Modern Love》也很好看的 就是他每一集都是一個不同的愛情故事 那他就好像一套《Love Actually》 但變成單獨一集一集 而不是交叉剪接的 是不是都是關於音樂的? 裏面是 其實沒有什麼音樂 但是關於都市人的愛情 我想除了音樂,另一個他的重點 就是這個都市人的愛情生活 那這件事是很…我覺得特別是一個男性 成為一個叔叔,他年紀不是很小 他捕捉到那種的愛情都市人的寂寞 都市人的愛情的心態 現世代的一些愛情世界觀 是他很真實 雖然他用很多音樂去反映 例如我們看很多電影 他會突然跳到好像《Sing Street》那樣 他會跳到一些MV 好像很超形實 但其實那件事 中間的實感其實是很強 就是那個情感的實感是很強的 所以為什麼我很喜歡《John Carney》 還有我覺得很容易令觀眾 找到共鳴感 可能我要重看 但是我覺得概括來說 John Carney 就是最膚淺的說一句 他的歌是很好聽的 就是很入腦的 就是每一套戲他的歌 你不是說很藝術的 就是它的商場是很入腦 或者是很為每一套戲的背景 就是每一套戲都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故事 是設計了不同類型的音樂 放了下去 而是很合適的 整套音樂和一套戲的音樂是很合適的 先說新一套 Fly and Sun 我先說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跟著John Carney 你會覺得 有一點好像跌跌幾瓦 沒有以往的三套這麼精彩 當然了 如果你真的要數最精彩 我們可能會選擇 《Once》 或者選《Begin Again》 但這套呢 我覺得是 偏向比 《Saint Street》 再少品一點 就是 再少品一點 因為你見其實是 女主角 都算是一個素人的演出 其實看回後面 是YouTube主音的女兒 就是來自音樂世界 還有最重要的是 她找演員 都是找回愛爾蘭瑞的演員 這也是她一貫以來 想找演員的一個形狀 主要是找回愛爾蘭的演員為主 這次《雙線》故事裡面 就是媽媽和兒子 和媽媽的一段 妄想情願 妄想情願 我想回來說 先說媽媽 如果她真的 以素人來說 她演技也可以 唱歌又好聽 這個真的是 她是不是發掘了一個寶藏 真的很厲害 你看她其實 她又不是屬於 我們看《Begin's Again》 《基拉利利》那種 很甜者兒的那種 她做一個比較爛爛爛的媽媽 但是她又 當然整個過程中間 就會逐漸變好 或者和兒子有一個相處之後 變好的階段 但是她演出一開始 而且那個比較爛爛爛爛的媽媽 又很入名入格 所以我覺得這個女主角 Yves Halston 我覺得她是 真是發掘了一個 音樂電影裡面 一個做女主角的一個寶藏 我覺得是 因為她 我自己都覺得她挺美女的 很美女 先說了女主角 你又覺得怎樣 我想說 其實我不是第一次看她演出的 她之前有一部電視劇 那個名字是很古怪的 是一部Netflix的電視劇 就叫什麼 兩人說當三人死去 差不多 那個名字是很古怪的 而那部電視劇也是很不尋常的 那部電視劇是很不尋常的 因為故事是很奇怪的 但是她在裡面是飾演一個貴婦的 所以她那種的英式的喉音 是那種很貴族很高雅的感覺 我是第一次在那裡見到她演出的 然後今次呢 見到她這一次難特地演出 反差很大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 我反而見到她做演員的可索性 所以其實我也很同意 她是幾眼前一亮 我覺得如果整部電視劇來說 她是最突出的那個演員兼角色 我想說其實她演得很好笑 我想我覺得最好笑的 是她撿了一個吉他回來 然後她兒子問她是什麼 然後她說是一個Piano 我怕她說是很好笑 是 嗯 OK 而且她那種不僅是 她那些肢體動作是很難特特的 而她說話的那些語氣和聲音 因為那種的口音 好像含著說話 那種的口音可能是一些比較低下層 甚至是低下層一點的 那群人的那種口音 所以各樣東西其實她都很突出 我很同意 嗯 還有她 你剛才說一下裡面有哪幾場很突出 剛才你說的 就是開頭那種 就是好像愛爾蘭 或者英式幽默的那種寫法 其實我覺得她有幾場都很大膽 寫著這個媽媽的角色 有一場你記得她找回她和前夫聊天 然後充滿一個叫做性暗示 就是挑逗她 其實有好像宣示 有好像發脾氣 但是有一種性的挑逗在那裡 其實那一場都不是我們以往看 John Carley那些電影 那一場是挺盡的 我覺得她是 就是數去現在這個現任女友 不會幫前夫做某些事情 然後好像有一次一個 有一個挑逗 有一次是一個發洩 就是罵你的狀態 我覺得那一場都經常挺盡的 我覺得是 嗯 是啊 我想John Carley以前 就是之前那幾部戲 那些女主角都是比較正面一點 就是很少會有這樣的角色出來 但是我反而最深刻是發題那一場戲 嗯 就是果然 果然男女看的是很不一樣的 不是 我先說 我先說 我喜歡法庭那一場的 我怕你不會以為我只喜歡看那些 其實法庭那一場我覺得寫得最好呢 就是寫了爸爸缺席那個位 就是這個爸爸原來是 是永遠都會缺席的了 就是寫得很好 就是他千叮萬燭的 爸爸說 就是你一定要來幫兒子 因為如果上庭呢 對兒子的判刑有利的嘛 但是他寫了就說 爸爸始終都是那種爸爸 就沒有來到的了 媽媽就要擔當起 就是 就是要跟兒子辯護 或者是跟兒子求情那些東西 而最好的 而最好的位置寫就是 原來之前呢 媽媽是想著去L.A.找老師找 Jeff 是已經想著是真的 放下兒子是外熱難度自己去 去所謂的再出發 其實那一刻都寫得這個媽媽幾盡 是真的可以為了愛情 為了自己的新開始而放棄了兒子 而那一刻轉折點就是 兒子發了事要上法庭的時候 才扭轉回媽媽 都是要做回媽媽的責任 那我覺得是 就是前面的寫得好 法庭那場的處理都好 跟著 其實我覺得很感動的 就是媽媽再接他放監那場 其實都是一些很籠統的場面 就是當然媽媽一定 就是我跟你一定猜到 媽媽一定會接放監的了 但是 John Kelly我覺得他 就是我喜歡他之處就是 他沒有加太多 加完加醋下去 或者告訴你 會逆轉性的兒子 最後要經過媽媽一番唇舌 會不會坐牢 就是會跟著上 你就說他還是要坐牢 但是媽媽也都會為他準備做一些 譬如同化工求情 叫他 給他帶一些音樂的instrument 繼續作曲 其實我覺得這些是 就是他不足平凡得來 是看到兩個母子之間的感情 是慢慢累積回 就是加分下去 我覺得這個是 我喜歡法庭那一場 我就不只是喜歡那一場 我覺得最好那一句 是他在法庭上面說 I am nothing without him 就是如果我沒有他 我什麼都不是 就是我覺得這一堆東西 是 反映到 如果一般 譬如你和兒子求情 可能你會說 兒子他沒有了我 不行的 但是他始終的角度 是回到自己那裡 其實他本身的角色 是自私的 真的 而他那些對白是 沒有說特意營造到 他一個美好的媽媽 就是可能經過這件事 他就變成一個很好的媽媽 就是不會有這些 戲劇性或者奇蹟性出現的劇情 是 我覺得John Carney的戲裡面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還有 我覺得整部戲 除了說愛情線、親情線 還有一個就是媽媽的一個成長 成長過程 就是由他怎樣變成很爛 他可能都是餵兒子的 然後到之後他都真的想放下兒子 去找他的愛情 到最後都因為現實 而變回他本身應該 做回他應該要做的事 所以我覺得 有一個這樣的成長的類型線 在媽媽身上 所以我覺得他那條線 就是那一場戲 也是很圓滿地 呈現了這一方面 但我們還沒說愛情線之前 想多說一些 和兒子之間的音樂上的合作 就是為什麼我們 看到John Carney的電影 音樂是這麼重要 這麼吸引呢 就是他 當然了 一開始就是媽媽 就是 經營客戶之後 就拿了個結他回家 然後就 撩起他 他想學結他的人 於是就上網認識了老師 那邊的愛情線發展 但是同時原來 兒子很喜歡電子音樂 Hip-Hop 很喜歡Rap 第一次 我最記得就是 他不是很多 兩母子之間的音樂交流 但是由一場開始 就成為了他們兩個之間的共通 重點就是 兒子做了一首 叫做 《刀柏林07》 就是關於 那場呢 我覺得是很有節奏 就是我看的時候 Rap 真的令到媽媽吸引 吸引我 就是我覺得 真的很厲害 就是音樂就是 是會令到觀眾有共鳴 就是 喂 那場 我做了一首音樂 是連那個 劇情上 媽媽會跟著按 媽媽會覺得 很棒 好像我平時去開一些夜場 我的音樂 但是高質那些 但是那一首音樂的高質 令我 其實觀眾覺得很投入 就是 是高質的音樂 我看的時候就覺得 哇 你這 John Cary 即是不出招一出招的音樂 肯定會中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這幾天都不斷在 Florine & Son的聲音樂 就覺得 我會選這首歌 就覺得 你跟媽媽的一個交流 或者是大家 找到一個共通點 用那個音樂來做 其實很多 John Cary裡面的電影 都用音樂來做一個 戲劇上的一個 叫做 Trispond 叫做Trispond 其實是很難的 首先這首歌 又可能上下的質素 還有你歌詞 還有你中不中到觀眾 我覺得其實那一場 簡單得來 是真的中到的 我覺得 當然 不好意思 先說完 放到最後一個家庭合作 唱的時候 Hive Life 是一個重點 但是那一場 媽媽第一次接觸 原來兒子這麼有才華 可以做到這麼高質的 Rap音樂 之後媽媽跟我兒子一起去 媽媽拍MV 那兒子作了一首 溝女歌 其實那個也是很特別的 是的 是的 我很同意 因為不單止那些歌 我覺得因為那些歌和劇情 在John Cary的戲裡面 是很容易會貫通 還有那種很不花力氣 那種很努力的感覺 就是很順 整套戲 不會覺得好像很噁心 突然間有首歌出現 或者突然間大家唱起歌來了 不會有這種感覺 但是我那首Rap的歌 我看的時候 是覺得好笑的 可能是特別是因為 兒子穿那些 類似Ming的 大魚翁 是挺好笑的 但是我自己不是特別 我也覺得 助長劇情的流向比較多 但是呢 還有剛才說的 最後那一場叫High Life 那首歌是好聽的 那個場表演也很划算的 但是呢 老實說 我就覺得 沒有John Cary以前那些戲 那種的套在那裡 即是好看 但有些flat的 即是會有些平淡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覺得 就是說 我講High Life 即是最後那一場歌 他沒有一個鋪排 我覺得是 你見到其實 我覺得這裡 為什麼不是這麼 跟之前那三部 還有一些距離呢 就是說 當兒子出獄之後 即是離開了間鋪之後 很快就跳了去 表演 即是中間 其實還要多一點點 鋪排到 即是大家 因為這首歌是連同老師 一起去處理的 那變了是 會不會少了一些 章節 或者情節 去交代 不如我們三個 或者四個 加上爹地 合力去做好這首歌 其實你見到畫面有交代的 你見到有 Jeff 即是老師 有幫他在聽那首歌 我理解上 就好像幫他在改一些 或者在改變一些 但是我覺得 來得很闖絕 即是令我們觀眾 覺得感受不到 這班人為了這首 Hive Line 一起去創作這件事 所以我差一點點 就沒有了一種 慢慢鋪排到最後 演出的那種高潮 我覺得是 是的 我想他們一起作曲 他們創作那首歌 應該是在他 創作了監獄之後 一幅一幅彈出來的 但劇情上是沒有鋪排到的 我也同意 這個位置 好像突然轉折了 少了一些力量感 所以就 是的 你會覺得好像 推不上去那種感覺 還有 是理想化 我覺得 這個位置 因為我覺得 Joy Carney的戲 我喜歡他 是他那種的實感 但是 反而我覺得 Florenson 是很看的 很有娛樂性 但是 就欠缺了 因為我覺得 所有事情都很理想化 嗯 好像 他跟 其實如果愛情線 和母子那條線 就是家庭線 其實我覺得 愛情線是比較看的 因為起碼 他有很多 含蓄的訊息 但是反而母子那段 我覺得 有點太理想化了 就是他們 狗咬狗骨的 然後 突然間就一起作曲了 然後 就很朋友了 然後 去到最後 一家人 所以 你說得對 突然間一起作曲 是一個 不太漂亮的 就是做得不太好 那就是愛情線 Joseph Gordon Laffitt 經常都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覺得 他是一個歌手 就是你上YouTube 你看到他 他是有很大量的 Live的演出 就是 甚至跟 Lady Gaga也都有 就是佛唱歌 就是 終於可以見到 給他盡情地 發揮他的才華 就是唱歌 但是我覺得 現在雙線發展 他是在 L.A.遠處 主角 就是在 愛爾蘭 做了一個叫做 Long D Long Distan Love 這樣的發展 我覺得其實 老師 Jeff這條線 可以多一點 關於自己個人 現在變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疫症關係呢 變了他不可以 來到 就是 愛爾蘭拍太多 或者不可以 成對組織走到美國 拍太多 變了他自己個人的背景 我覺得有點模糊 那這些是出無求遲 我想要求多一點 那條愛情線 都是很重的 因為有一些 出歌呢 那些歌呢 關於兩地之間 那種 由文化差異 到他們走在一起 其實是寫得很好的 那些歌 嗯 是啊 我起初呢 就是他會 唱唱的歌 會很魔術的 出現 在牆口裡 但是 在這個之前呢 我本身是 那個感覺 是覺得他是 像客串這套戲 多過 是這套戲的其中一個角色 就是你所說的 因為他本身 那個角色的鋪排 其實不多 就是他的背景 是怎樣 就是可能他 他應該唱第一首歌 的時候說到的 就是說他有作過曲 然後成功的 或者之類的 但是就 不是很多 就是三年兩月交代了 但是呢 我想說 天台那場戲 就是 我對我來說 是這套戲的 標誌來的 就是那個重點的位置 就是 不單止這首歌好聽 這個是我自己 放在電話的playlist 我也經常聽過這首歌 那就是 那個位置也都 就是處理得很浪漫 就是他又突然間出現了 還有我覺得最好的地方 是他們沒有寶寶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好 因為呢 一寶寶 就整件事就瘋了 就是破壞了他本身的概念 那個概念是他 魔術地出現的 那 這個是源自 那件事 就是欲言又止 就是心動 但是身體沒有動 那件事 沒有動 其實Jean Carly 都是一個標誌來的 是 所以呢 幸好他們沒有寶寶 我很害怕他們會寶寶 但是我覺得那個位置 他都處理得好 就是他在後面 他又不是抱著他 他只是站在後面而已 沒有什麼身體在上面的接觸 反而這樣 整件事真實了很多 就是 嗯 就是時間地點都不容許 你發生這件事的了 那就是 是 就是 都是一個叫 就是 升華上 就是升了華的一個精神上交流 我覺得 就是兩個就是從音樂 然後都 就是有些叫 摸來摸去 摸來摸去 然後就真的好像有一刻 那一刻 在天堂那一刻 就是延點了 但是之後就沒有 無以為計 不知道是不是Jean Carly 最喜歡寶寶寶 最喜歡就是 我不再無以為計 因為你見到最後 都是沒有 沒有障密到的 就是那個愛情線 就是媽媽可能真的 告訴你 我需要留在這裡 去 就是擔當媽媽的責任 所以就 就是 去找你這件事 就 當我沒有提過了 就好像一次這樣 你過來找我 然後去 女主角又消失了 第二天 就是有這件事 那我覺得是 Jean Carly在愛情 有他的 他的想法 我真的覺得是 這個是一貫以來 因為我們 第二節會說 其他三套 都是有這個 就是有即可尋的 這件事 是的 社外情的 另外就 想說一下 其實我想說一張 Postar 我想說一張Postar 一點點 有這張Postar 跟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Apple TV 就是一個串流平台 變了他的Postar 就不需要平時 那麼荒謬的Postar 你看到這張Postar 很有趣 就是媽媽的一個側面 戴著頭部 但是頭部 上面是一個 兒子的樣子 都是一個 我覺得很漂亮的 這張Postar 就是無論設計 就是 因為兒子就好像 一件 就是給了音樂 一個耳筒 又好像 掩住了他們的耳朵 就是 就是 令到媽媽 可以聽到他的聲音 我覺得是挺特別的 他設計得挺好的 就是跟我們以往 就是明星 當然可能因為這套 是沒有明星 所以一定要設計一張 沒有明星的Postar 去搶眼球 但是這張Postar 那個 意思 那個設計 我覺得是設計得很好的 是啊 其實我第一次看 是不覺得的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畫了一封在上面 但是我不知道幾次之後 我才留意到 原來是樣子 就是他兒子的剪影 好像 我才留意到 我很同意 因為我覺得這張Postar 包含了很多東西 在裡面 就是包含了 究竟他們兩個的關係 這套戲 慢慢的情緒 慢慢的情緒 裡面 就是各樣東西 都在這張Postar裡面 就是我想 就是看過 或者沒有看過 這套戲的觀眾 你都可以去 看一看這張Postar 真的是很特別的 一張Postar 不過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 預算問題 所以要做到這樣 沒有明星的 你放不到Luffy 可能Luffy 可能本身是嚇串的 就變成了 你不要放我上去 所以就放了慢慢的 我另外想提到一筆 其實我覺得寫得很好 就是兒子的感情線 這個 他也有一條愛情線 當然他用了 就是他一個半逆青年 他又用了他的歌 來傳達他的愛意 這個都是一直 由Sing Street 到現在都是小朋友 為什麼會創作音樂 就是因為 遇上他的女神 他要憑歌寄意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他收的筆 收得很好 就是他 離開了監獄之後 他首歌去到那個女生身上 那個女生原來 就是 都是叫做John Carney的Sing Street 就是 不是就不是的 就是沒有了 雖然你作了一首歌 你交給那個女生 女生是會 聽到感受到 但是 不是就不是 那我覺得是 是寫到那種少年傷 就是憂愁那樣東西 最後是一個 軟鏡 媽媽的視覺 看著兒子坐在那裡 那個女生走回去自己的班人那裡 是又不是那種 很強烈的寫落寫法 但是 都很重的 我自己覺得 都是實感那一刻 就是 這個世事哪有這麼完美 沒有啊 你作一首歌 你就追到那個女神 真的 不會有一些 這麼奇跡性地發生的劇情 都是的 我都覺得是 是記得 但是呢 他反而呢 想作一首歌去追女生 我就馬上想起Sing Street 真的 這個都是一貫的手法 就是作歌追女生 總結 總結 Florian Sun 我覺得是真的 跟之前的三部 可能之前的三部 我覺得太好了 太好了 是差一點點的 一些轉折位 是比較壓得了一點的 還有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 就是Apple TV的問題 就變成 好像覺得 真的沒有什麼製作性的 真的 很有電視的感覺 沒有什麼場面 給他發揮 我覺得是 不過我想應該是他拍了 跟著被Apple TV買了 之後 還有一個提到的 就是這一部電影 其實是John Carney自己寫的 那些歌 之前那些電影就不是他自己寫 甚至可能沒有是他自己寫的 那之前有一個讀者 就發了一條連結給我的 就是YouTube上面可以看到的 就是John Carney 他在Toronto那個多倫多電影節上面 推廣這部電影的時候 就即場跟作詞那位 不是作詞 是跟他的拍攝那位 就即場表演那首歌 那是很好看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 我也有看到 我覺得是很棒 就是那個感覺 也是另一番的味道 就是他由他那裡演繹出來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我應該可以做 就是最後做一個總結就是 就是音樂人 就是他有什麼優勢 可以變成一個這麼優秀的電影人呢 那待會可以再講一點點 那我們再講回 其實今個月 香港都有一套叫做《四拍四家族》 我就訪問了導演 我們在普通的節目都有評過 但其實裏面 為什麼我會再想加上這套來講 因為大家都關於家庭 關於音樂 所以就可以再問一下 問Sandy看完之後的影評 可以怎樣說 你自己喜不喜歡《四拍四家族》 我挺喜歡 老實說 我看電影音樂的時候 我就不太感覺得到 我覺得那個故事也是比較通俗性一點的 就是我在電影音樂是這麼說 爸爸家人很久沒回來 然後他突然出現修補連閑之類的故事 我本身覺得也是很一般的故事而已 但是我就覺得謝安琪那首歌是很入腦的 即甚至看《四拍四》 我都覺得那幾句經常都在腦袋裡 但我自己看這部戲 是比我想像中多層次 和故事是多一些東西在說 即不是單單在說一個家庭 其實家庭還會引申更加多的意思 然後也是因為說那種去流 甚至可能人生 或者可能現在大環境發生的事情 再聽這首歌是很有感覺 我自己聽回 而我覺得最成功的地方 我覺得謝安琪唱得很好聽 這首歌是屬於她的 但是我自己看完這部戲回去再聽這首歌 我想起的不單是謝安琪 是整部戲 整部戲是她所說的 我覺得這件事作為一個音樂的電影 已經是成功的一步 即你不只是令她想起唱歌的那個東西 是令你想起電影裡面的場合 令你回憶到那樣東西 所以這個位已經是成功了 我只要你說 我喜歡看的元素 並不是在推特裡面 推特以外的元素是很重要的 正如你所說 裡面很多精心設計的寓意 善幫力 其實是設計得很好的 其實是設計得很好的 我覺得套戲的後半段是很有力度的 即比前面更加 我覺得前面總算是 即是說隔壁家庭那些 有一點點叫做 不是那麼滑 我覺得可能是新導演 總是有些壓突的 或者是太理所當然 你四個爸爸 姐姐妹妹 有些兒子 但是去到尾段 當不怕穿巧 現在正當期得知病 即觀眾得知她有這樣的病的時候 她面對身邊的事情 或者她處理自己的事情 那時候 她的力度很好 她需要不要忘記這些事情 但是身邊很多事發生 她自己又要支撐著 所以我覺得 如果真是以 剛才你說的一首歌叫《無望》 上網大家都找到來聽 我覺得如果大家都用一首歌 即Florine & Son做最後的完結的話 我覺得無望 無論那個情節 那個意境 或者是處理手法 我覺得是更好過Florine & Son 我覺得是更好 我同意 我同意 特別是最後 他們不斷在香港周圍表演 最後在大寶山上表演 即這些事情是 真是 在身處這個環境之下 才會感受到究竟是在說什麼 其實我很希望 大家不要只看過Florine & Son 就覺得故事是這樣 其實故事是更加 像你所說 比Florine & Son更加多 而錯過了這部分 我也同意你所說 前半部 像是講故事多 即她每一幕都想告訴你 可能是建立的故事 但很長 但是後半段 就真的講人文 講情緒 這些是比較多些的 反而可能少些 不斷轉場 或者可能一些 情相的發展 但是反而是醞釀多些 所以後半段是 是順很多的 還有要講多一句 鄭安琪一向都是 我覺得是 像歌手 都像演員 因為其實她的演出作品 都不算很亮眼 或者真是說 鄭安琪主演 會不會真是 有一點點叫做 不是那麼 覺得她可以背到 非一套戲的主角 但這次我覺得是進步了很多 或者可能她很入心地 去做這個角色 所以連帶到 當然了 導演編劇 是在後半段 給了很多 為她發揮 或者這個角色 會令到我們觀眾很深刻 但我覺得鄭安琪的演出 是比以往 她的任何演出 是更加高質的 我覺得 而我覺得 在市場上面 有沒有找到一個 好像比她更加適合的 就是又要唱得 又不可以太過年輕 因為始終都說 要叫一個兒子 可能市場上 都不是太多選擇 如果她 她也是一個 理想的選擇 已經 是啊 是很理想的選擇 因為她本身也是一個媽媽 她也是一個 出道的時候 就是唱作歌手 其實很適合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就著她來寫 因為導演說 認識了鄭安琪很久 我想是非去莫屬 即是不會 另一個 那鄭安琪又不會 推她這個演出 那變成可能 就真的就著鄭安琪來寫 那變成是很 很適合的 整件事 就是鄭安琪和這個角色 是的 但是我覺得 後半部分裏面 那種很多寓意 是做得很好 寫得很好 也是做得出來的 其實你看回 說多一點 你看佛羅人生 最後的照片 都是由 Hive Life 由這個酒吧 出去見到 都柏林的夜市 那條街 就是有一點點 代表 女主角 我沒有去到L.A. 都是留在這個地方 大家看一下 多麼美麗 即是她們的行頭 很美麗 那 準備回四拍四家族 最後那場 大家要入場看的時候 其實 為什麼我所說 就是四拍四家族 那個處理 是更加之 有力量 是的 同意 好 那我們下節回來 其實講John Kelly 當然要講回 就是前幾套 其實應該是 最多人會喜歡的 我自己覺得 那我們一會就講 我們自己喜歡哪一套 因為我們會講回 《Once》 講回《Birkin Again》 和《Saint Street》 我們下節回來再講